交通部观光局为了推广台湾自行车的活动 怎样举办2014台湾自行车节 除了国内许多车友很期待 有许多国外的车手已经迫不及待要感受台湾之美 2014台湾自行车节在欧雄组长的率领下正式开示 活动包括奇遇浮沫磨砂900 日月潭Combag Day以及登山王挑战赛等 而备受国内外车手瞩目的King of the Mountain登山王挑战 更被法国单车杂志评选为世界十场最艰难的赛事之一 甚至与欧洲阿尔卑斯山等经典路线并列齐名 曾在2012年拿下第一名的丹麦选手John Ebson 今年再次扣关挑战 希望能够征服难度极高的五岭山路 台湾自行车节迈入第四年成为国内一年一度最重要的单车活动 也吸引了不少国内外游客热情参与 交通部观光局期望用运动结合观光 在国际间建立起好口碑 动得开心活出健康 希望喜爱单身活动的朋友们 能在活动大使欧雄组长的热情邀请下 一同用双脚骑出台湾之美 未来体育新闻采访报道